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着奇 瞧了瞧了,今天我们来到了繁忙的黄埔江边 在繁华又美丽的陆家嘴边江旁 有这样的一片网红绿地 引来了无数人在此拍照留念 那我们今天不看这儿 看看旁边的距今约160年的船厂1862 船厂1862始建于1862年 中国第一艘出口的万吨轮 绍星号就是从这里下水的 这里就是经过了修旧的船厂正面 一切之隔就是陆家嘴的繁华 可谓是历史与现代的完美交融 老船厂2005年整体搬离 后来由日本籍世界建筑大师主持改造 修旧如旧才有了如今的1862时尚艺术中心 时尚艺术中心于18年9月份重新开业 似乎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靠江的一侧 中西餐饮为主 还有就是远离江的一侧 我只看到了两种 一种是卖车的如阿斯顿马丁 还有另外一种卖艺术品的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800座的艺术剧院 船厂1862曾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同时也记录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史 如今的1862时尚艺术中心更是具有历史感和工业感的时尚艺术空间 如今已经成了集购物 休闲文艺演艺发布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拍照 与一体的上海城市文化艺术新地标 巧了巧了 你也在看船厂1862啊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看看还能不能碰上